你知道我们国家为什么叫中国吗?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州初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 在这件青铜器上刻着十二行名文 内容是继数城王继承武王一帜 在洛邑迎建都城之事 其中就有宅兹中国四字 大概意思是我要在天下的中心地区迎建都城 这里所谓的中国指的是如今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 在古人的眼中洛阳就是天下的最中心 那我们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 中华大帝已经形成若干部落联盟 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临近地区的华夏集团 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 和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中心的苗蛮集团等 皇帝是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 他提倡种植五谷训养牲畜 促使这个部落联盟渐渐强大 他曾率领部落打败黄河上游的盐帝部落和北方的赤游部落 后来盐帝部落和皇帝部落结成联盟 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息繁衍 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 因此皇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 这也是我们自称盐黄子孙的由来 虽然水源是人类的生存之本 但黄河这个老母亲脾气不太好 洪灾长期影响着周边人民的生活 直到后来出现一位治水的能人 他就是夏朝的开国君王大禹 关于夏朝和大禹是否真实存在 一直到现在都是众说纷纭 根据史记的记载 皇帝次子曰昌义 昌义生专须 专须之子明滚 滚之子明雨 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 于因为治水有功被选举为天子 成为夏朝建立者 于即位后建都阳宅 他将中国分为九州 定下共赴的制度 在大禹死后 儿子夏旗继承天子位 开始了王位世袭制 在夏旗之后 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 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 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 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 太康师国 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 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非常少 但在神话传说当中 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他就是摄日英雄后裔 后裔摄日的神话故事 大家基本都听说过 而根据史记的记载 后裔是夏朝东夷族有穷士首领 由于夏天子太康昏运无道 后裔带领部下抢走了太康的王位 这便是后裔代下 1999年考古学家们 在新寨选址上发现了 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 膝盖残片 上面的饕贴兽纹 带着强烈的东夷文化 或许可以证明 太康师国的真实性 据文献记载 后裔当上国王后 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 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 后裔被大臣韩卓所杀 当韩卓夺取王位时 另一个人的力量 正变得强大起来 此人便是邵康 邵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 从小在颠沛流离中长大 后来投奔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 并得到了于氏的信任 手握重权的邵康 在韩卓展示民心之时 集结了夏部族的愚众 起兵攻灭韩卓 收复了夏朝王都 邵康勤政爱民 专心农业水利 史称太康中兴 之后夏朝一直传下去 传到第十五代 夏王孔甲时 孔甲淫乱无道 信奉鬼神 引起诸侯的反叛 夏王朝逐渐衰败 等传到最后一位夏节时 夏朝彻底走到了终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